這個週末 武漢伊電視團隊就在香港街頭 完全感受到香港警方的無差別鎮壓 而且他們一身重裝備 鶴槍實彈的 直接在香港最熱鬧的街頭施放催淚彈 先來看尖殺罪的現場 先來看尖殺罪的街頭 你們可以看到這就是最後一路的學區 像是這個 殺殺殺罪層的這個地方 所以所有的鐵門都會飛下來 這邊可以看到有警察 還有這邊的前部有關 因為 前部有關呢 這個警察 全部都在這邊 然後 前部有關 好 剛剛你看到香港市民憤怒的奇漢 黑拆勞 黑拆勞 意思就是黑警 那麼為什麼這麼憤怒 盡頭的另一端就是警察 無差別的攻擊 一位手無寸鐵 全身沒有任何防暴裝備的女子 帶您吃雞 我們會看到這個女孩子呢 就是看起來沒有任何的攻擊性 然後呢 就被這麼多的警方呢 直接給暗倒在地 然後呢 最後把她給逮捕 好 繼續呢 你看這個立場新聞 所拍攝的一個定格照片 那麼這是當下呢 這個警方完全重裝備的全副武裝 來對付這一位手無寸鐵的女生 那麼接著呢 就直接把她給上銬 這個女生看起來非常的無害 那麼警方的意思是說 她手上是有一支這個雷射筆的 說他們現在定位雷射筆就叫做武器 所以呢 要把她給逮捕 給她看起來真的很無害 香港人很生氣喔 所以在現場大喊著 黑警放人 黑警放人 那麼現在港警似乎是殺紅眼了 不理會民眾的抗議 直接把人就這樣子逮進警署 這種無差別攻擊市民的狀況 現在是越來越嚴重 那麼特別呢 我們採訪團隊這一次呢 也直接被港警這個催淚彈呢 給直接攻擊了 好 尤其呢 我們這個地點呢 是在尖沙嘴的迷敦道 那你在街上喔 這邊好比就是 台北的西門町鬧區一樣 當時還人來人往的 警方只是聽到有黑衣抗議人士 到這裡集結 然後就突然這樣子的重兵壓盡 沒有預警 你沒有舉牌直接這個施放催淚彈 導致所有的小老百姓 都被瓦斯毒氣逼得到處竄逃 來看當時我們第一手的這集畫面 好 在街頭上 你就可以看到呢 這些是重裝備的這個警察呢 直接就這樣子走在街上 這時候呢 我們這個採訪團隊呢 不斷地就是要跑到另外一個街區呢 要來就是看這些警察呢 到底下一波的動作呢 是要做什麼 那麼沒多久呢 他們馬上就釋放了催淚彈呢 那麼這邊呢 其實還是人來人往的這個現場 很多人在這邊 結果呢 這個警察還走過來 他們沒有有任何的一個預警 那麼直接呢 就釋放了催淚彈 那這個時候我們呢 就是很多的群眾怎麼辦呢 只能夠往旁邊的店家逃 每個人都一直在咳嗽 帶你們去撿 每個人都一直在咳嗽 帶你們去撿 每個人都一直在咳嗽 帶你們去撿 我們現在是在尖沙咀的大樓 商業大樓 現在因為 剛剛警方釋放了催淚彈 所以呢 我們現在大家都在中大樓 就算有很多的 是不是 空氣一天都是瓦斯味 我們的攝影呢 很痛苦啊 瓜哥 你剛剛是不是怎麼樣 你看看 你看看 全部都是眼淚 都是 來不及了 玉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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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髒髒怎麼樣 瓜哥 你剛剛就是喉嚨很痛 然後眼睛就是很燒濁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 催淚瓦斯 一般的報紙沒有提到 是你會心跳很快 對 心跳突然變得很快 然後我們就一定會倒 一定會倒 像我們剛剛 五分鐘前 是倒成片的 然後發哥就是面罩 都戴上了 眼睛還會 就一直流眼淚 我覺得很震驚 哭哭 那 那個 黎貝 你剛剛狀況也很不好 你就要哭了 所以那就是眼淚跟鼻涕會一直流 然後皮膚會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好 這是你所看到的香港的日常了 那麽直接在像西門町這樣的一個街頭上 那麽警方也沒有預警 直接就釋放了催淚彈 所以很多人 包括在現場我也遇到有臺灣人 他們也吃到了催淚瓦斯彈了 好 那麽警方也沒有預警 那這一次呢 我們其實還有特別帶了一些配備 那麽首先呢 真的有派上用場的呢 就是這個防毒面具 那麽這個防毒面具 現在在香港是完全缺貨的 所以這一次呢 我們特別就是從臺灣買過去 現在有很多香港人是他們說很需要這種配備 因為港警的無差別供給已經變成了一種日常 特別呢 一定要有這種 這個特別兩邊 因為我們所看到的這個就是要這種濾毒罐的 才有辦法來隔絕毒氣 但是它是有壽命的 所以呢 你必須還要再換這樣的一個濾棉 那麽在這邊呢 你必須不斷地換這種濾棉 那麽這樣才有一點功效 那麽這一次呢 我算是戴的比較快的 但是我的眼睛還是非常的不舒服 後來就不太能看得見了 那麽還是被這個毒氣給攻擊到 不過呢 這一次我比較就是戴防毒面具來得及 但是呢 戴頭盔就整個來不及 那麽這個頭盔呢 本來上頭這個地方 那麽我們是印有伊電視 伊新聞的 那麽因為主要是伊電視呢 一直很全面報導香港的問題 加上香港的這個伊傳媒反送中 所以呢 我們就被很多人警告說 戴著這個伊新聞在街上呢 可能會被警方直接開打 所以後來呢 我們乾脆就把這個logo給這個蓋起來 然後直接貼上press記者的這個字樣 那麽另外呢 大家剛所看到的就是說 我在現場似乎是沒有穿記者背心 那麽事實上剛開始是有的 我們是直接從電視臺拿這個現成的 那這個現成的 這個是在正能工媽祖繞境的時候 所用的記者背心 但是當地的記者一直說這個太不明顯了 說應該要用香港的記者配備 就是您看到那種螢光色的才比較安全 那尤其我們在現場發現 很多香港人對這種不熟悉 只有橘色的背心也持著質疑的態度 沒有人戴這樣的一個就是護目鏡 那其實呢 它也完全沒有用 也就是呢 昨天晚上所看到的 有一個香港女孩被打爆眼球的 就是她這個完全被射穿 好 那我們再看到的就是 不管是在熱鬧的街頭 或者是在地鐵 算是在室內的這樣的狀況 不管現場你還有多少無辜的市民跟旅客 那麼香港的警方已經沒有預警 直接釋放催淚彈 在香港已經完全感受不到什麼叫做人民保姆了 你反而覺得警察看起來是很可怕的重裝備軍人一般 對待人民像是在對待敵人一樣 這樣的香港街頭真的令人唏噓不已 那麼中共的港澳辦今天也再度召開記者會 這已經是連續三個禮拜以來 第三次的舉辦 他們直指香港是恐怖主義當前 還強調說一定會止暴止亂 你們不要再做那種皮膚漢術的可笑之舉了 中國港澳辦12號下午罕見一個月內召開第三次記者會 面對提問 不指責香港警方 則是把苗頭指向抗議民眾 香港激進示威者呂呂勇用極危險的工具 攻擊警察 已經構成嚴重暴力犯罪 並開始出現恐怖主義的苗頭 把六月到現在的所有抗議行為定調為恐怖主義 表示絕對會動手處理態度 極端強硬 對這樣的暴力犯罪行進 必須堅決依法打擊 毫不手軟 稱在香港警隊是維護香港社會治安跟法治的中間力量 避談解放軍會不會進入香港 但是保證中國政府絕對不會放任香港 出現不能夠控制的動亂 指暴治亂 恢復秩序 這是香港當前壓倒一切的 最重要 最緊迫的任務 港澳辦的這一場記者會表面上是給提問 但是時間一到 人立刻離開 主掌議題的訊息相當清楚 國一中心送不到 дорог維振秩序